地方方言 12号飞机回家了 回北有钱人都坐飞机 天城哥哥五号呀 没了快了 没有快了 我没吃饭 喝了点水 不想吃 飞机贵呀 飞机最便宜 你们坐飞机多少钱 难道我今天又吃早了吗 11点是6分钟来的 8匹前面购了点水 590 那还便宜呀 贵 谁敢罢了战人 罢了战人 这话说的 火狗 不敢坐飞机 我也是 我都没坐过飞机 一次也没坐过 坐飞机 感觉飞机上升的时候 哎呀飞的可快 这斜坡事儿都往上了手 你们看住天城的时候呢 飞机从顶上飞过去多大 可大一个飞机 从上面飞过去 新红红狗 我先说了 连红港区 旁红港区 旁红港区 白红港区 连红港区 老虎 是 大红港区 我长这么大没坐过 飞机都是有钱人坐的 我就坐过一次高铁跟一次火车 火车做了人太多了可挤得慌了 吃上一锅泡面味而且还都不干净 走老板 走 你怎么老宅家 我等着你走 走啊 你想想玩吧 走行走吧 不好看看 胖胖的咋啦 胖胖的也没错呀 我都吃胖了 吃到脸都圆了 哦呀 哦 我不算脸上 我是胖的 没有墨 手墨 八九十斤满 坐电梯最高通都难受 电梯启动的时候 就是游乐人坐了会头晕 没坐过的话 某一坐感觉都头晕 往上升嘛 升就可以 但是我坐电梯 好像没啥感觉 默默不适合那人 嗯 吃了 吃了呀 吃了呀 我一会儿都该进去了啊 我一会儿都该进去了啊 感觉是不是我的生活感觉可枯燥啊 天天上边下边吃饭啥的都没有啥节目的 天天天都是这样啊 天天都是这话 他们也是呀 天天上下边吃饭啥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要不得我常常看食物 看那样是小食品 要不就是打个游戏 九哥中午好呀九哥 明天晚上回家了呀 明天晚上我回家 我都不知道 做我奶奶买杀东西带回去 我想着回去 不是给我奶奶买点吃的吗 我昨天晚上问老弟回家 跟奶奶带点杀 老弟说 也不带杀 也不吃杀 家里啥都有 那我回去呢 啥东西也不买 太硬了 东西又咬不动 买点蛋糕吧 买点泡沫 行不 然后回去拉个箱子带回家 哎呀 在家待两个天 来回来的跑 还在来回来折腾的伤不忍 我发现你知道吗 22年是吧 我感觉二十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感觉我都懒了 到二三年感觉我更懒了 越南越不勤奋了 不积极了你知道吗 我好像我都没有之前开直播积极了 把我积极的心都打退了 以前的时候可积极了 就是二零年跟二一年的时候开直播积极心 就二一年上半年 和二零年 开直播的心真的很积极 好像到了二二年下半年 到现在吧 二二年初到现在 感觉都没啥积极心的 跟你奶奶说有老公了 奶奶给你吃点啥都放心 有了又怎么样呀 又不跟奶奶买东西很久 我回去要买点干奶奶买点烤红薯 烤红薯带回去 红薯带回去凉了 咋吃热热 他不是爱吃那个烤红薯吗 那来烤红薯带回去给他 回去我回去老是给他钱 他都说不要不要 多多少少是自己的心意 虽然老了吃不了多少 但是该给也得给 买个汉堡呀 买一个汉堡给谁吃 要不这样吧 帮我订两个全家桶吧 别买了一个了 买了一个给谁吃啊 爸也没吃过 妈也没吃过 买了一个给谁 我这闹得玩吗 订两套全家桶带回家 买个蛋糕呀 买啥蛋糕 买个蛋糕从这提回去 搞毛线 我家那边有蛋糕 订两个全家桶多少钱 回去买这经济实惠的知道不 别走那话来话少的 他们也不喜欢吃那一个 两套多少钱 买几个开心圆餐是啥 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没听说过 买两套啃炸鸡回去 带回去给他们 老了啥也不喜欢 没有牙齿咬不动 一个眼里就两个牙齿 咬都咬不动 带这羊回去 你是羊吗 我把你带回去吧 如果礼拜六还上本呢 现在只是传言礼拜六不上 礼拜六到底上不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上还是不上 现在都说是不上传言吧 好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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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一号 可以买排骨汤呀 回去这里买只鸡呀 他们不吃那鸡呀 这里哪还要卖活鸡的 那么也不好买 真的 你给他买了 他也吃不了多少 因为他又不吃 现在活鸡都不好买 知道吧 只有卖那个 怎么还不进去 反正你又不关心 你管我心里不进去 买几碗 火辣汤走吧 你有病吧 我回家两天 我再跑到镇上去找他 老公你看真会想 其实回家两天 我都想休息休息 知道吗 来不躺床上睡一会儿就行 不想买回来得跑 我这一天上上班 都够累的了 知道吗 我在折腾折腾去 买卖这买卖的 我都显累的 你看富士康上上班 人家谁 一天天出去下溜达 人家都是 都是下班之后 吃完饭都躺床上了 你看我们宿舍的人 买了老干妈 跟香菇酱 买点馒头 一吃就躺 屋里不出去了 我一天天出去 溜达这我不累呀 你们考虑过 好不容易休息两天 还叫我再出去 镇上溜达 你说我会去不去 我是人呢 我不知道累呀 是不是 什么都不买呀 直接给他们钱算了 他们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 钱是钱 东西是东西 你懂事呀 天成哥 东西东西 你不上班吃啥花啥呀 你不上班吃啥花啥呀 都得吃饭 说我爸两年没上班的 你愿意呀 我爸两年没上班的 我妈又不会挣钱 都在家歇着 你不再挣个钱早呢 还未不可能的 人生说过两天 我带你回家见爸妈 见我奶奶 人生说已经结婚了呀 带我们去武当山店 武当山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等我回去有时间了 要不你们给我重筹备 我带你们去旅游去 带着手机拉拉箱子 带着咱们充电宝 要不就开着直播去旅游 带着你们 行不 咋样浪几个月 吃喝玩乐前你们出 行不 开着直播拿了架子 然后去浪去 吃喝玩乐前你们出 这时候你们不说叫我天天吃肉吧 是不是 这时候叫我吃饱就行了 这是你说的啊猪哥 我现在还饿着呢猪哥 我没吃饱 你干啥呢 我 还是哥中午好呀 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吗 人生哥已经五十岁了吧 没有 没有 白本 我下个下周估计该上夜本了 该倒班了 出去锻炼锻炼也算是玩吧 你看咋样 到三月份 三月晚到八月 五个月了呀 回家去能干啥 你想想 猪哥我还没吃饱呢 你现在咋弄呢 要饿着呢 你不知道我胃口大吃的多 你没看我大几 大几个吗 吃了一点饭你觉得够吗 所以都没吃饱饭 饿着这天 中午都没吃啥呀 吃过了 我吃了 吃过饭 行不 三月 三月六号回去 回家歇几天 然后咱们出去玩 太肥了 你猜腥呢 你快 你快点吧 猪哥 我还没吃饱呢 你别在那儿是我的 减啥肥减 我在餐厅一个月都吃了好几 吃饱了好几斤 在餐厅一个月吃饭 自己花了二百多块钱 天天在这儿吃 上了二十多天 不知道至少花二百多 你在外边吃饭也一样 你快点吧猪哥 我带你去旅游去呢 带你游山玩水 臭不要脸的牌子都不挂 我得进去呀 走就我脸嘛 谁给你一块去 我自己去 找你去玩吧 你找我玩啥呀 孩子哥 你找我玩啥呀 我又没钱 你到我这儿来找我玩 我带你 我又吃包不起你饭 你说孩子哥 我一个打工的 我一天 挣了平衡九十一块钱 我住宿费扣五块 那出去一天算是吃的 我自己都养活不起我自己 你来找我咋呢 你跟我一块玩 你来找我 你都问一会儿我还要饿 妈妈 哎呀 进去啊 不说 还上班了 留五 你去吧 我不去 没时间 还要上班 礼拜天还得回家 看看奶奶 没时间耍 等有时间吧 三元份再说 现在我太忙了 出不出空 这鞋子放进去 等三元份吧 三元份我出出空来了吧 现在真的就没时间 哎呀 我肚子可难受今天 我肚子可难受 这鞋子又稍逐一步 更快 我肚子可难受 你最后驚悟 我肚子能放到 七元份我去 我收拾着 到了 咖喱 现在我肚子可难受 我要宿 我肚子不过 我肚子可难受 我肚子可难受 蟹西瓜哥荧光棒呀 西瓜哥中午好 蟹的荧光棒 肚子痛 不知道 还没有泪 但是肚子有点痛 外面太冷了 我都想进去了 我去帮个装吧 我肥也不是你养的 你也不该说我肥 等门呀 西瓜哥我去上班去了 还有错误 哥哥老公人生书 我先进去办个装 我进去了迟到了 我先进去搬砖了 好 谢谢大家